天津台打VS广州恒打,一场对于裁判来说,看似没有执法难度的中超比赛,却在比赛结束之后,招来了全民的质疑声,有质疑助理裁判水平低的,有质疑VAR为什么不纠正的, 有质疑裁判为什么不回看视频,坚持错判的,今天我们单纯的同足球竞赛规则,和视频裁判,只拿要求来分析这些,质疑声到底有没有道理,看看究竟是助理裁判的错,VAR的错,还是裁判的错,言归争传,我们一起来看看引起奔唱比赛,终于,的两次,越为求判把,判第一,七分钟广州恒大队11号高拉特越来犯过, 本场比赛进行到七分钟时,恒大队前场打出漂亮的穿插配合,10号政治直传,11号高拉特协查,带修形成单刀之势,此时,第二助理裁判员举其适应高拉特越来,裁判员民少叛罚越来犯规,这个球,从转播方急功的画面来看, 当恒大队10号政治传球的瞬间,高拉特并不处于越位位置,是个非常好的后差上,这个球,要放在去年之前的联赛中,助理裁判员举其,裁判员民少叛罚越来犯规,那只能是由于裁判员的一次错判,遗憾地抹杀了一粒单刀球了, 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,因为现在已经有了VAR了,实话实说,这个球对于助理裁判员判断越来犯规是存在难度的,按照VAR指南的要求,对于助理裁判拿不准的,存在判罚难度的越来犯规,叫,球先榜,等到球形成实际进门后,由VAR来判断此球是否越来犯规在先, 对于VAR指南的这些要求,银眼曾经多次在文章中提及过,像必中国足协裁判管理部门对裁判员进行陪训的时候,也要求助理裁判员这样去做,可一看的是,本场比赛的第二助理裁判,估计陪训的时候也没有用心去理解这项规定,没能很好地贯彻这项规定的精神,形成冒题,措取了一次越来犯规, 话又说回来,即使助理裁判员错取了越位,就没有别的办法,弥补这次错举期,而抹杀的单刀进攻击会吗? 答案是,有的,因为,VAR指南中,同样有相关规定,就是当助理裁判员取期,是已越位的时候,裁判员如果存在不越位的可能性, 而且是很有可能进球得奔的情况下,那么可以先布明哨,大球形成是时候,如果球进门,则由VAR来判断是否对外,这就是所谓的延迟判罚技术, 当然,这项技术的运用是存在非常大难度的,对于执法裁判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,一般水平的裁判是很难达到这种要求的, 所以,当助理裁判员错误举期是已越位犯规,裁判员也明哨判罚了,也是可以理解的,判例二六十七分钟泰达对七号阿琪姆鹏进球,裁判员判罚越位犯规,进球无效半场比赛,最大的争议判罚,发生在六十七分钟,当时泰达对前场直传进入罚球区,泰达对七号阿琪姆鹏射门,此时注, 理裁判员举期是已越位,裁判名哨判罚越位犯规,之后此球进入球门注意这个逻辑顺序,通过视频画面,泰达对传球一瞬间,位于屏幕下端的恒大队二十七号郑龙明显拖在后面,对于略微懂点足球的人来说,都知道这个球是不越位的,而且对于助理裁判员来说,不存在判罚上的难度,可以本场比赛的第二助理裁判, 却再次举期是已了越位犯规,这个球不想从裁判技术角度去分析,为什么助理裁判员会错判,因为也不知道怎么分析了,只能说该名助理裁判,出现的错误派低级了。 根据规则来说,场上的最终判法,是由裁判员决定的,包括越位犯规,但在我们的联赛中,经常会出现助理裁判员,一旦举期是已越位,裁判员就名上判法,而不是自己主观去判断是否越位犯规。 就像在联赛出现过的界外球越位,半分回传球越位,进攻队员不过中线的越位等,同样,对于这个球来说,毕竟形成了进球得本的可能性, 而且有一名防守队员明显的拖后,裁判员可不及于明上判法越位犯规,等到球进门后,有VAR来确认此球是否存在越位,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球的逻辑先后顺序,一,助理裁判员许其是已越位,二裁判员冲刺跑向越位犯规,发生地点的同时,明少,明少,明少重要的事情说三遍,三,随后球进门, 这里问题最为关键的是在球进门之前,裁判员,就明少了,明少是什么概念,明少就意味着这个球从此球状态了,比赛就停止了,比赛停止之后发生的进球,就不能算进了,这里要明确一点,裁判员是在吹行比赛之后,才形成的进球,按照VAR指南规定,VAR只可以再出现进球,球点球,红牌, 罚错人的四种情况下进入,而这个球,比赛已经被吹停,吹停之后形成的进球,是不能被进入提示的,说白了,虽然此球的事实是不越位,但由于裁判员吹哨停止了比赛, 即使明少后球进门,也不属于VAR能够进入的范围了,如果此球是在进门之后,裁判员明少判罚约位犯规,那么VAR是可以进入提示的,就像之前文中提到的,球进门之后,裁判员明少判罚约位,是运动延迟判罚的技术, VAR则可以进入查看是否越位,如果不越位则进球有效,越位判罚约位犯规,但这种延迟判罚技术,一般水平的裁判员是很难完成的,只有能力强,水平高的裁判员或许才能做到, 因此根据规则和VAR指南要求,此球VAR已经不能进入和提示了,但出现这个进球后,我们可以看到裁判员和VAR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,而且向双方球员和教练示意,正在和VAR确认,整个沟通时间近乎接近4分钟,这一严重的违背了VAR指南的进入要求了, 因为死球之后VAR是起不到任何作用了,这个接近4分钟的沟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,浪费了很多的时间,而且似乎又将责任推卸到VAR身上之前,值得尽兴的一点是,裁判员最终判罚约位犯规,而不是改判进球,还是没有违背规则的,没有做到错上加错,连赛已进入中期阶段, 比赛越来越激烈,全国各地,高温故书,无形中这裁判员执法,带来了更大的难度,裁判员办错误在所难免,但还是希望执法裁判,不要感低级错误,保持一颗平稳的心态去执法比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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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